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阳沙飞本名钱顺英 原籍江苏苏州 1924年9月9日出生 父亲早死 他和两个哥哥由母亲抚养长大 他只读了几年书 生性好动 14岁那年他随母亲到上海谋生 在工厂当包装工 后来在上海租界著名的贵罗公司当店员 当时是逢金星影片公司附属的 金星电影戏剧训练班招生 长得玉蓉花帽 娇小玲珑的欧阳沙飞应试入选 从此步入电影圈 在金星授训的两年里 他学得不少才艺 1941年 他为该公司主演了处女作《春水情波》 同年在上海大戏院首映 很快就为影迷所注目 日寇进入租界 孤岛消失之后 欧阳沙飞一直 为伪中联及日寇掌握的华影 充当演员 先后拍摄了近20部影片 那几年 他可称得上是上海影坛的大盲人之一 他拍摄的这些影片中 由他参演的 《有人海慈航》 《秋之歌》和《凯峰》等片 1945年 欧阳沙飞在图光启导演的《摩登女性》中担任要角 在其他影片中都担当配角 抗日战争胜利后 欧阳沙飞在1946年 主演了图光启导演的影片 《天字第一号》 他饰演北平一个大汉奸的一太太 腰野浪荡 这个汉奸家的机密文件老是丢失 北平的志伟军到处逮捕可疑人物 可始终抓不到弄走文件的人 文件却依然丢失 这时汉奸家庭内发生了一些纠葛 宜太太爱上了汉奸的内侄 而这位内侄却钟情于汉奸的女儿 在三角恋爱的角逐中 宜太太让了步 并在特务专人之际 她护送汉奸的内侄和女儿离开北平 去网国统区 后来宜太太借刀杀人 使大汉奸处死了她手下的特务头子 就她亲手杀死了大汉奸 不幸重担牺牲 大汉奸在临死之际 才明白她的内侄 突然全是国民党的情报员 而她的宜太太则是国民党总统领导的 天子第一号情报员 天子第一号是导演涂光起 根据一部话剧《野玫瑰》改编成电影剧本 导演日以继夜竟敢拍 当年只花了27天就拍摄完成 完成后将片名改为天下第一号 这部抗战间谍影片 于1946年圣诞节在上海皇后大戏院首映 电影上映由于一支强心计 刺激了国产电影 北民不振的市场环境 开启了国产电影 复苏的局面 影片创下当年最高票房卖座记录 图光起因此平步青云 欧阳沙飞也以炮走红 成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 我国的当红影星之一 而图光起也由一般的导演 变为著名的间谍片导演 天子第一号的出现 成为了一种类型标杆 引领了中国间谍电影类型的 第一次创作热潮 这种影响直至现今 后来有人幽默地评论说 天子第一号的成功 倒不是欧阳沙飞的演技 一开始就很成熟 而是因为他给自己 起了一个又长又响亮的一鸣 欧阳沙飞连名代姓四个字 笔画又多 在海报上占空间又大又醒目 宣传上不知不觉 就占了不少便宜 竟使他一下子宣兵夺主 脱颖而出 欧阳沙飞在那个时候 很有一套交际手腕 当年的圈里人 把他和一代妖姬白光等同看待 由于图光起 经常用欧阳沙飞 在他导演的片中饰演角色 欧阳沙飞对图光起很有好感 在拍天子第一号影片之前 二人结为夫妇 之后 欧阳沙飞陆续拍摄了几部 卖做好的影片 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寓意走红 如1947年 在图光起导演的 《处处文体鸟》中担任角色 一改从前的反派面目 改演正面人物 而且表演甚佳 获得一片赞扬声 欧阳沙飞 与1948年主演的《春归何处》 《红楼残梦》 《雀剑姐妹花》 以及1949年主演的《女贼》 和《玩火的女人》等片 在当时都是卖座的影片 欧阳沙飞成了许多影迷崇拜的偶像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 欧阳沙飞与当时 不少的知名演员 都有过愉快的合作 她与汪宇平 吕玉坤 梅西等何演过 断肠相思 《寒山寺终生》等影片 与王丹凤更有一段难忘的姐妹之缘 在1944年公映的电影《大富之家》中 欧阳沙飞演一个势力的姐姐 王丹凤演她温柔的妹妹 1944年 拍和拍过《教师万岁》等影片 1953年 欧阳沙飞曾由香港到上海 盼望过王丹凤 1949年 上海解放前夕 涂光起与欧阳沙飞到了香港 那时候 香港拔家的女明星不多 欧阳沙飞仍然走红 到香港后 欧阳沙飞和导演洪书云来往密切 两人合作过1952年上映的 《别让丈夫知道信不信有你》等片 其实 这是欧阳沙飞在香港站稳脚跟的一种策略 但涂光起脾气暴躁 自然不愿戴这顶绿帽子 吵来吵去 两人离婚 离婚后的欧阳沙飞仍在香港拍片 有时也去台湾拍片 而涂光起去了美国 到了20世纪60年代 欧阳沙飞加入邵氏公司 为基本演员 多扮演中老年角色 从影40年来 欧阳沙飞共拍过200多部故事片 扮演过众多角色 青年时代 她饰演的都是娇滴滴的千金小姐 华贵演艳的女情报员 贵妇或区区社会底层的妓女等角色 随着岁月的变迁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 欧阳沙飞开始转演 历经沧桑的中年妇女 或白发沧桑的老玉 角色也越演越老了 难能可贵的是 不管演什么 她的态度都很严肃认真 1960年 欧阳沙飞应在电贸公司的影片 《母与女》中 饰演一个善良的女佣 获得第七届亚洲影展最佳女配角奖 在影片中 欧阳沙飞饰规予豪门篱下的女佣人 因为女儿与少爷恋爱 而遭遇东家白眼 后来女儿抑郁而死 她含辛茹苦 将外孙女抚养成人 欧阳沙飞以精湛的演技 塑造了一个慈母的典型 基于对演艺工作的热爱 欧阳沙飞在台湾越演越老 也越老越演 声望不减当年 退居配角之后 再也没有人会依照她的形象和性格 来为她编写剧本 欧阳沙飞却仰赖自己纯熟的演技 又塑造了不少荧幕形象 如在1965年的《宋宫秘史》中 饰演落难失明的李蜜飞 在1965年的《余美人》中 饰演相国夫人 在1968年的《红忠》 饰演一位残妻少女的子母等等 仍为人所称道 出人意外的是 1968年 欧阳沙飞在《烽火万里情》中 却饰演了一个性格孤僻的寡母 我生生拆散了儿子的美满婚姻 还把患肺病的媳妇 冷酷地逼回娘家 欧阳沙飞把这个不尽人情的恶婆婆 演得唯妙唯笑 以至于令不少观众 咬牙切齿 看之入骨 欧阳沙飞这次成功地表演 让她又夺得了第六届 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 1981年 欧阳沙飞赴台湾定居 担任台湾中华电视台演员 期间也参加电影拍摄 回顾自己的荧幕生涯 欧阳沙飞曾颇有感触地说 演员最好到什么样的年龄 就演什么样的角色 青年角色让青年演员去演 老了再演青年人的角色 会有损一幕形象 对培养新人也不利 欧阳沙飞曾在影坛大红大紫 风光一时 但生活道路却十分坎坷 和丈夫涂光启离婚后 她独自抚养孩子 直到1979年 在三个女儿的劝说下 涂光启和欧阳沙飞 这对离异了三十年的夫妻 才重归于好 不料一年多后 政府涂光启 却告病逝 欧阳沙飞又一次成了孤艳 回到台湾后 偶尔也应邀拍电影 演电视剧 1993年 她获得台湾第三十届金马奖纪念奖 2010年8月3日 欧阳沙飞因器官衰竭 在美国盐湖城病逝 享受86岁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看谁的故事呢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